一群娇黑皮体育生之中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明明果的严严实实却性感的一塌糊涂 近日《风神》第一部里面的演员们正在疯狂出拳 实相全能的鱼室 爱打军体权的退伍老兵海亮 写电影中的整个质子团爆红全网 而让人惊喜的是 影片中出现了一位让大家爆哭的一男平白月光 他就是周五王激发的哥哥博艺考 他也是整个影片当中唯一一个穿着暖色调的男人 导演把片中唯一的暖色光给了他 博艺考一出场 整个西齐都是暖色的 瞬间风也清了 云也柔了 金黄的麦腊 迎着朝阳劳作的百姓 没有了前面殷商王朝的五刀弄枪 整个西齐都是一副平和的画卷 父亲在临行之际 千叮零万嘱咐让博艺考不得离开西齐 因为他已经算准 一旦离开博艺考就会有性命之忧 我人算是神难 父亲有难 弟弟被困 自己岂能在西齐偏安抑郁 博艺考看似温良千功 实则强大而坚硬 看着自家小弟被欺负 他抿着酒窝 三下五除二就把嚣张的镖子给摁住 足见他的武力只有多强大 哥哥 激发八年质子时光里 博艺考带着雪龙鞠穿越草原高山 往返昭哥无数次才有了他所说的 这两匹雪龙鞠是当年父亲送给我们的 日行千里 醉山石头 你什么时候想回去 只需要对他们说两个字 回家 两匹雪龙鞠 一送父还家 二送弟归乡 唯独自己去赴死 家国威王之际 他将自己的生机留给父亲 将无私的爱给予弟弟 纵使伸手易楚 纵使被做成肉饼 他也始终无怨无 我父亲年迈体弱 恐不堪牢狱之苦 奔进大了方的灰溪几年 我可以替他去死 对于心里阴暗的咒王来说 就像深渊的人乍见太阳 那光照简直是太刺眼了 把他对比的就像阴沟一般 所以应受他极度的发狂 他看不得这种父慈自孝的父子关系 因为他从没有得到过 谁敢说如言 却永远留在了昭哥 从此他也成为了观众心目中 那不可抹去的白月光小肉饼 不得不赞叹一举 杨乐对博弈考这个角色的完成度 简直是堪称完美 影片中总共不到十分钟的出场戏份 上能接得住李雪剑老师 下能够完美地塑造出掌兄卢妇的形象 不愧被观众誉为穿越了五千年的白月光 咱就是说乌尔山导演了 博弈考的戏份也太少了 看不够啊 最后哪怕是加点烹饪手法也好啊 感谢观看